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在美国当地时间4月18日晚间的联合记者会上,双方依旧配合演出了一场恩爱剧,特朗普和安倍都声称取得了一个重要成果,急促使某国实现完全的,可检验的无核目。 并为尽快解决日本人质问题做出最大努力,实际上,特朗普给安倍开的是空投支票,而一无所获的安倍,也只能拿着鸡毛当令箭,还一本正经地替特朗普远谎,声称以具体且相当深入的方式就有官方针措施,进行了详细磋商,并向某国呼吁只要走正确的路,将不幸地过去清算,就能打开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大门。 从最近的局势变化来看,无论是东亚大国,还是与日本隔海相望的国家,都没把日本当成正式谈判的一员。 日本早就已经出局,安倍所作所为,就是向国内吹嘘所谓的防美成绩,给空手而归的窘镜,盖上一片金骨透明的遮羞布,透露出一种绝望的味道,每日不约而统玩虚的,证明巨大的分歧已经无法掩盖。 就在这次记者会上,特朗普强调必须纠正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,2017年为561亿美元,希望展开一对一的双边谈判。 他还期待两国在不远的将来会达成协议,而安倍则有点失态,不仅没有正面回应美方的要求,还对了特朗普,日本首相强硬地表示,尽管美国对双边协定感兴趣,但我国的立场是多边协定对两国最有利。 现在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,TPP是最佳方案,希望美国能够在这个框架下回心转意,重返大家庭,安倍终于对美方说不,而且当年博士特朗普,两人在公开场合几乎爆发争吵,安倍要求美国把日本排除在钢铝制品的进口限制之外,声称日本产品质量高,为美国的产业和就业做出了突出贡献, 且不会对美国的安全保障,造成任何威胁。 坦克认为,日方话里话外的意思,就是,你特朗普像个傻十三,别误伤友军,可特朗普怎么能认栽,美国总统几乎是指着日方鼻子教训,只要每日双边磋伤没有达成协议,就不会把日本排除在外,只要不提出令美国无法拒绝的优惠条件,美国就不会重返TPP, 这两个制药,如同甩在安倍脸上的两个嘴巴,现场的气氛紧张,安倍与特朗普似乎已经走到恩断一决的边缘,而日方在公开场合如此不给美方面子,相当于羞辱了特朗普,双方在经贸问题上已经濒临决裂, 美国过于贪婪,连日本都忍无可忍,经常卑躬屈膝,热衷拍马屁的安倍并非满夫,这次来美国之前,他的手里已经有了两张好牌,这或许是他敢于像特朗普叫板的勇气来源, 一,中日关系回暖,中日韩自贸区计划获得助推,就在安倍访美之前,中日两国长达八年的外交兼兵开始融化,双方进行了一系列高层互访,关系明显回暖,安倍内阁也表现出对带路倡议的兴趣,展现出于以往一位排斥所不同的态度, 两国还达成第三方合作共识,似乎知道安倍这次访美,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,日方也做好了准备,在4月18日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合作国际论坛上,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宴,公开表达了愿意合作的姿态,声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,加上贸易大国韩国,必须展开合作,一起打出自由贸易的旗帜, 安倍内阁如果走投无路,是不会主动向中韩示好的,如今美国寸步不让,已经把日方逼上了梁山,面对美方的单边主义风暴,最好的避风港莫过于迟迟未能达成的中日韩自贸协定,此前在美国的压力与协迫下,日方一直不敢愿雷势一步,如今特朗普不易,也别怪日本不忠了,按照日方计划,5月份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谈, 就将进行实质讨论与谈判,如果中韩愿意与日本联手,这对安倍来说是雪中送炭,2.欧盟在关键时刻给日本送来及时雨,根据媒体4月18日的报道,欧盟正在加快速度,准备在2019年年底前,与日本和新加坡签订自贸协议, 这对安倍来说,不是为一场即时雨,欧盟认为,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措施,与贸易保护政策,已经威胁到自身利益,布鲁塞尔与华盛顿之间的裂痕加深,因此必须寻找更多伙伴与帮手,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就成为最佳搭档之一, 有了日本的协助,欧盟就能在维护开放贸易体系的道路上,进一步发挥所谓的带头羊角色,与此同时,欧盟与日本在保护知识产权,与高科技许可方面,存在共同利益,双方合作可为一拍即合,面对一个忽然硬起来的安倍,特朗普该怎么办,美国该如何收拾日本,可以想见的是,美方一定会打出安全牌,因为根据历史经验, 每次白宫这么做,都能抓住日本的要害,可现在情况似乎不太一样了,能够保证日本不受导弹袭击的未必只有美国,数日前,安倍在接待东亚大国的客人时,双方罕见的谈到了安保问题,这或许预示着美国这张牌不再好时,如果美国答应给日本办到的事却失言,而崛起中的大国却失以援手, 那么日本恐怕将在外交上进行剧烈的转向,每日之间在经贸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,即使是安倍也不敢对特朗普保证我家大门常打开,因为这是其内阁的生命线,一旦妥协就是晚节不复,可特朗普却不顾安倍的死活,依然咄咄逼人,绝望的安倍也明白,未来的希望不大, 与其如此,不如奋力一搏,顺便向美方发泄一下窝囊器,安倍的民调已经低至30%以下,但安倍仍拒绝放弃秋天的大选,这种执念就是东亚大国的机会,日本很可恶,但日本值得利用,只要有益于本国,为安倍称一下腰又何妨,每日鲜窝利斗,是最好的消息,玩,住,本文系海外探课原创稿件。 感谢观看